郭先生第3節 這一節先問問陳雲博士一個問題 其實如果我們用得老多 是不是會令人傻傻的? 我會 我也會 我也會 不過我更老也會傻傻 我不明白為什麼會 我會這樣想 我已經不用單單抬抬了 人們還會被人賣 你會坐在冷氣房前在那裡想 但是為什麼我不動 為什麼都會累的呢? 已經明明是靜在那裡不動的了 可能只是在那裡看一本書 只是在那裡做一下功課 想一下東西 是不是? 去做一些文職的東西 但是為什麼都會累的呢? 那種累是你的主觀感受 還是真的可以在身體上找到一些線索呢? 其實我從來不是很知道為什麼的 好 但是我們看到那個腦有累的時候呢? 其實在那個行為上有什麼表現? 嗯 這個你未必需要問我 我精神集中不了 是不是? 然後那個記憶力會變差 那他已經說漏了一件事 很明顯的就是那個記憶力衰退了 是的 整個認知能力都會變差 你不夠分 你去駕駛車 可以很出事的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呢? 因為我經常說那些駕駛幾輛車的人 其實都真的很辛苦 就是我們看到的 雖然已經經常坐在那裡 以前小時候去讀那些這樣的科學或者生物學 我們都會知道的 人的身體上面呢 如果你是去做運動 那身體是會消化你身體儲存的那些糖分 那些養分來變成能量給你 那些叫ATP的東西 變成ADP那些諸如此類 有些叫做Aurobic的 有帶氧的一種作用 就幫你去產生能量 但是如果你是在那裡瘋狂奔跑劇烈運動的時候呢 很多時候帶氧運動就不能夠完全支持你那個運動能量需要了 於是乎就會身體出現一些不帶氧的呼吸反應 於是乎就有個結果出來就是說 會出了一些乳酸 尤其是那些叫Aurobic 那些不帶氧的呼吸反應 就會令到你在肌肉裡面積聚乳酸 那這個就是你就理解到為什麼你會酸痛 這樣的意思 那這樣就很簡單地解到 你那個體力上面的消耗 體力上面的那種累 是會有一種什麼的物質在關連著 就是那樣令到你酸痛的那樣東西 我們知道是跟乳酸有關的 那究竟具體累的反應會不會還有其它東西呢 但是我們很知道就是說 如果你做完運動 你很懂得去幫它將乳酸帶走了 你是可以快些回復回來的 就是整個運動的那個生理呢 其實我們相對有比較多的認識 因為這些這樣的運動生理牽涉到肌肉系統 我們很容易去做到一個測試 在一個人的清醒狀態之下我們都做到 但是那種努力的會呢 你不是說可以在陳志宏會會的時候 插一些東西在我的頭上 看看我腦裡發生什麼事 所以一路就是 你找到一些介入性沒那麼高的方法 來去追蹤腦裡發生什麼事呢 所以整個關於腦部神經的研究就需要比較長 才有一些結果出來的 而在剛剛這個星期呢 其實都出了一個比較有趣的簡單 而且大家會認為有多重大的結果 就是說我們似乎找到 那個腦累究竟是會有什麼物質表現在背後 似乎有一個初步的答案出來了 如果你這麼說 那個腦等於我們的身體 它譬如說需要一些的養份去 這個一定的 腦的燒能量很厲害 其實我們很知道就是說 那個腦是燒脂的 很懂燒脂的 就是那些人說坐一久不動會肥 但是其實有這麼說 這樣是的 但是其實那個腦自己的頭和那個腦本身 是散熱散得很厲害 那個腦自己本身是可以燒 用腦和不用腦 你會發覺燒脂是會有分別的 那是不是我們補充一些能量下去 或者補充一些物質下去 對我們的腦那個長期的運動 是會有幫助的 那究竟你說要吃什麼才能補得到呢 我就不知道 但是可能最基本就是能量而已 就是那些葡萄糖本身已經有幫助了 那另外反過來就是 肌肉累了 我們需要休息 讓它慢慢帶走那些 原本不應該有在那裡的物質 那些乳酸它可以繼續去 讓它慢慢經過循環分解 於是我們要酸痛就會慢慢消失 那其實原來我們現在知道 腦都有一些差不多的情況 是不是用得腦多 腦會多乳酸 又不是 如果不是我們的腦有酸痛又很麻煩 那腦裡面主要呢 當然就不是說那些肌肉的細胞 就主要是有一堆神經在那裡 就是整個腦 我今天自己才解釋一下 原來是有860億個神經元在背後 那860億個神經 860億這個數字是當作什麼呢 就等於一個銀河系 裡面星星的數目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我們的腦本身就是神經多到不得了 於是神經又運動起來的時候 它究竟會不會累積了什麼 而那些東西又會影響我們腦部的表現呢 我們就很想找這件事 我們預酸太多 我們酸痛 會影響腦的表現 那我們的腦裡面積聚了什麼太多 又會影響我們的表現呢 現在似乎我們找到一件事就叫做 在最近的一個研究發現裡 其實是這樣講的 因為在腦部的整個神經反應裡面 是很多神經傳遞物在飛來飛去的 那究竟是哪一種累積越來越多 以及哪一種累積越來越多之後 會影響到腦部呢 其實原來都要找得這麼辛苦的 其實我自己就不太知道 他們最後是整個實驗方法是怎樣去做的 但是他們就找到那個 他們可能也同時間是測試很多種東西 那就 原來就是說 他就在那個 90%的老神經元的那些溝通裡面 都會涉及到這些公安雖然這樣 但是最簡單的就是不要用腦 那個腦沒那麼辛苦 不要用腦 有時候是用腦你不知道的 你很簡單的說 你其實駕車是在用腦 你集中的精神 你就在用腦 我不知道到什麼為之 你問我最不用的腦的時間 就是睡覺的時間 你能夠 我不知道 如果有人不能夠有個修圍去冥想 然後進入一種完全是腦部低容量的狀態 我想 是不是有一些修煉的方法 可以達到這個境界 我可以回答你是有的 還有去到最低的情況 和那個睡覺狀態 那個腦部活動會有幾大差異呢 因為這個可以在那個腦電波那裡看到的 就是有些的情況 如果你盡量冥想 你的腦電波會改變的 是的 而且就是說 有時甚至睡覺都有一定的腦電波活動 這樣 而且就是說你人自己睡 和你外加一些藥物影響之下 那種 都不同 昏迷是不同的 就是我自己最近才是 又是拿了一次要照一下搶鏡那些事情 真是一被人下一個麻醉 自己關機不知道 都醒的時候發覺什麼都做完 沒有啦 就是中間你就知道自己沒有做過夢 沒有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真的有個適機的狀態 那可能那就是一個腦部完全低用 沒有用量的狀態 那腦部來說就是說 當然了 當你有個意識在那裡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的意識就更加會用得多了 是吧 去到一些比較潛意識的狀態 或者你的注意力不需要很集中的狀態 相對就應該會是一個低用量的狀態 但是往往就是 你一有過用量的時候 它一定不會產生一些神經傳遞物 是吧 你就算去 就是我夠膽這樣說 你一個人去做冥想的時候 你閉上眼和不閉上眼 你的腦部的反應一定會不同 因為你往往有一個視覺刺激的時候 你有不停地有視覺的信號 去傳入腦部 那腦部就要給反應 是吧 所以可以想像就是說 你如果真的要去做一個最低用量的腦部狀態 將你的五感關係 是吧 甚至乎第六感你都收起它 那種收起就是 怎麼才是收起我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總之就是盡量減少那個input 於是乎你就會更加少這個process和output 那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看的時候 我們怎麼解釋人一定需要睡覺 那這個重要的 其實就這麼說 他現在在這個發現裡面 就發現了這個grutemitz 就是公安孫 為什麼我們現在比較知道 他是和這個腦部疲勞有關呢 那就是因為隨著那個神經刺激越來越多 這些神經傳遞物也都會越來越多 然後他多起上來之後 他原來絕對會影響到那個腦部前立業的位置 那些認知能力的部分 就是很多時候你說到人的認知部分 就是那些前立業 那些叫什麼prefrontal cortex 就是他那個字 就是表面皮層那些神經 你一影響到那些東西 就直接影響到認知能力 影響就一連串了 就是連那個短期記憶 那些判斷力 都會是因為這些公安孫太多而減低 那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的濃度比較低 你能夠排走一些 就是回復那個腦部的最巔峰狀態了 那所以可以想像的就是說 人肌肉疲勞 需要肌肉靜止 睡覺來休息 於是就可以把這些多餘的東西帶走去 那可以想像就是說 這個睡覺的作用就是什麼呢 就是給腦部一個機會 去排走一些多餘的東西 達一次的平衡 那所以在這裡你會看到就是說 有人會說 臨考試之前不要熬夜 那因為之前用的腦袋太多 就影響認知能力 影響考試的表現 那這句話有些根據的 其實就會是 是 是 那所以大家就不要臨急報復的了 平時就讀一下書一下 不要到考試那時候才去讀了 水降鴨背之後都不記得了 那我不知道將來會不會有可能呢 因為我們知道這件事情 我們會不會能夠發明到一種飲品 可以喝下去幫我 更加容易清除到這些多餘的神經傳遞物 於是就令我的腦醒一點 會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呢 我自己就不清楚 就是當然就是我們首先一定要確認了 這些這樣的谷刊酸就是那個的元兇 或者原來不止它一個的 原來就是它貢獻最大部分的 其它的那些 那會不會有一系列的東西 我們清除了它之後 就令到我們的認知能力提升呢 具體就不清楚了 或者甚至乎就是另外一個方向就是 有些人受弱物影響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是可以不太受這些這樣的 公安宣度影響的話 那究竟背後的原理是怎樣呢 我想在這裡就有很多的故事去講一下 就是去重新了解一下腦部疲勞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還有怎樣去恢復那個功能 就是究竟那個機制是怎樣 我想會給到很多很有用的心得在背後 但是你問我暫時來說 我當然覺得睡覺最有用 但是我有另一個看法就是 因為我自己也做所謂的訓練 就是說平時有多年 其實你不練 就是剛才我說笑而已 你不用腦 但是不用腦就等於你不用肌肉 其實最嚴重問題是 如果你不用肌肉其實會很軟的 所以我為什麼要打牌呢 這個是差不多公認的了 就是如果你想減慢腦的衰退 最好就是打牌 現在的問題就是現在香港人 越來越少人打麻將 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說 在這些腦的訓練裡面 是不是應該有一些exercise 有一些訓練呢 如果你到了某個年紀 你想測試自己的所謂認知能力 是應該要做的 我就說不出那套標準方法是什麼 但是我就會覺得 這些東西其實很視乎你 能不能夠應付到日常的需要 就是你反過來問一個問題 到了上個年紀 我究竟要做什麼運動 去操起肌肉 其實就由目的去看 就是我希望我的身體 能夠應付到什麼日常任務 我就怎麼去操起 那譬如 譬如 那些我叫做一個體飾能 那個概念就是這樣 我起碼基本行樓梯 要我行100級樓梯沒問題 然後我可以煲個煲湯 我能夠拿起那個煲 是不是 我有些簡單的 有個行李箱 我可以搬得到下來 就是如果是20公斤以下的 沒有問題 這是基本的東西 那我們的腦就是基本的認知能力 譬如可能要應付去駕車 我的認知能力幫我應付到就是 我要等多少號巴士 什麼時候轉車 或者要去旅行的時候去做決定 等等這些這樣的東西 其實就是很視乎我們日常生活 應付日常生活需要 就是針對去做多些 所以你問我就是很多時候 一些叫做邏輯推論的東西 對於一些有時甚至牽涉到 腦和手的運動反應 就是哪些東西接著哪些東西放去哪些 那其實就是 我會覺得不是純粹只是一個純腦部的操練 我覺得是那個腦和肌肉 組合地去運用的一種操練 最後會是 那記得你提一提 老人家如果不咀東西 那腦部也要退的 你的牙齒就是最後一刻 是抵了這個刺激給你的腦部 我甚至乎會說任何 尤其是手的神經特別多 總之大家要記住 就是腦其實就是整個 整副神經系統器官的一個主要部分 所有能夠把信號傳遞到腦的地方 都是刺激到腦的 而哪些地方特別多神經線呢? 口會是 即是哪些位呢? 你受傷會特別痛的那些位 你餘那些就可以了 那條舌 是不是? 手指頭、腳指頭這些位 你給它多刺激 就是我夠膽講 是會對於那個整個 不只是那個腦 整個神經系統是一個好的操練來的 是 好了 大家聽了之後 大家多多留意 這一節就完結了 我們下一節就回來